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668章醒来 回到住处的时候 云倩已经醒过来了 醒了 叶浩轩走上前 为云倩把了把脉 发觉他体内的寒毒症状轻了不少 只是大病出愈 他的脸色有些苍白 没有血色 这是体虚的征兆 恩 我又睡了多久 云倩点点头 他看着叶浩轩道 这又是什么地方 愚人族的足地 叶浩轩道 这个地方 叫做无尽之海 无尽之海 云倩愣了愣 他随即诧异地问道 我自认为自己的知识渊博 但恕我直言 这个地方 我是没有听说过的 你听说过才不正常 这个地方 和我们所在的世界严格来说 不是一个地方 我也说不清楚 它的方位 我只知道 这个地方是地球上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四季如春 叶浩轩笑了笑道 这是一个世外桃源吧 云倩问道 算是吧 如果没有苏家要挟的话 这个地方倒是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世外桃源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 云倩坐起身子 叶浩轩为他递上了一杯水道 随时都可以 不过据这里的组长说 我们是机缘巧合之下 被冲到这里来的 这个地方 离我们生活的地方很远 想回去恐怕得在海上漂泊几天 那就赶快回去吧 如果我们两个都不在江浙 我真的不知道江浙都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云倩叹了一口气道 没事 我已经派人来江浙了 他们会帮我在这个地方布局 我们很快就可以收网 江浙这些破事也该有个鸟断了 叶浩轩笑了笑缠道 真难为你了 你在江浙竟然陪他们玩了这么久 如果不是你想弄清楚 是谁在幕后捣鬼 是不是早就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 云倩喝了一口水道 是 如果不是为了弄清楚 谁在后面跟我过不去 这个地方的事情早就解决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道 那你是不是快要离开这里了 云倩沉默了片刻问道 是 解决完江浙的事情 看北陈集团的发展到了哪一步 然后 我可能就会回京了 不过 我得顺便把自己的产业扑到这里来 叶浩轩道 但是那就由其他人来谈好了 你为什么不亲自来 云倩有些忧怨的说 是不想见我 还是刻意夺我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来做 叶浩轩认真的说 什么事情比利益更重要 能到你要拯救地球吗 云倩道 叶浩轩郁闷的看了云倩一眼道 你说对了 我的确是要拯救地球 女拔的三年之约 一直像是一块石头一样压在叶浩轩的心头 三年 看起来 时间很久 但是五颗女蛙石到现在一点 线索也没有 叶浩轩真的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走 自从到梦者出来以后 叶浩轩接二连三的见到陨落的众神 他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回不到以前了 女拔的执念很重 到现在为止 他依然执意要集起五颗女蛙石 然后发动血阵救出鹰龙 他怎么也不相信 他到时候非但救不了鹰龙 反而会破开地球与三世界的静置 到那个时候 这个世界就热闹了 三年的时间很短 叶浩轩也不认为自己一个人能拯救得鸟地球 现在关于三千世界的事情 他已经在特勤局里备案 这些事情会有天宫的人操心 叶浩轩只能说尽自己的一点努力 他相信这是天意 就算是他拒绝为女拔寻找女蛙石 那五颗女蛙石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的 这是劫 躲不过去的 你是奥特曼吗 云倩翻了翻白眼 他一点也不相信叶浩轩的话 我不是奥特曼 但是我真的要拯救整个地球 叶浩轩苦笑道 信你才有鬼 你这借口也真是让人醉了 云倩翻身下床 我饿了 有吃的没有 有 这个地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叶浩轩笑了笑 他转身端来了一碗药膳道 鱼人族的足地 最不缺的就是天才地宝 你之前寒气入肺 伤经六落 这汤是特意为你做的 意气驱寒 是你亲自做的不 云倩没有接 他看着叶浩轩道 你觉得 在空上地方除了我之外 还有谁会做药膳 叶浩轩哭笑不得地说 那我就喝 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喝的 云倩笑了笑 他这才接过叶浩轩手中的碗 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 在鱼人族没有多呆 第三天 云倩的身体调养得差不多了 叶浩轩便和八名鱼人族的精英 离开了鱼人族 鱼人族的交通工具 还停留在以前的那个时代 而且在茫茫大海里 要乘着这艘并不算大的小船 回到江浙 说真的 叶浩轩心里有些毛毛的 不过这些鱼人 都可以在水里和陆地 两个世界生存 有他们跟着 一定会确保万无一失的 江浙 下了几天大雪的江浙 几乎成了一个粉装玉器的世界 大雪把江浙的交通阻碍得一塌糊涂 雪停了之下 各个公司 各个部门都自发铲雪 一车车的积雪被运到了郊外 忙活了足足几天 江浙的交通才算是恢复 江浙的圈子 似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 苏冰云已经开始重新组建月宫 自从当天叶浩轩来到这里以后 强势地把月宫给砸成了废墟 苏冰云似乎已经把月宫给放弃了 要知道 月宫里的都是来算江浙各行各业的牛人 如果这股力量被凝成一股绳的话 那对于苏冰云来说 是一股很强大的助力 这不仅是一股很强大的助力 更是代表这无上的利益 但是 苏冰云似乎没有想过 要把月宫重建 其实大家都清楚 如果叶浩轩在江浙一天不走 苏冰云就一天上不了位 想重建月宫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强龙不压地头蛇 虽然话是这么说的 但叶浩轩是何等猛人 他真想玩起来 谁也讨不到好 不过 叶浩轩在江浙的表现 似乎有些不太给力 苏冰云屡屡出招 却不见他有什么动伤 在一间高档的酒吧中 苏冰云穿着一件毛那大衣 他坐在把台前品着一杯价值不菲的鸡尾酒 这个酒吧里面的服务生全是男人 而且他们的类型几乎包括了所有类型的男人 有高大威猛 有粗狂 有成熟 但更多的却是一些小鲜肉 一句话 这个酒吧是专门为女人们设的 每天晚上 这里就会聚集好多空虚寂寞冷的豪门阔态 或者是一些想出轨寻找一下躯体上刺激的少妇 苏冰云来这里 当然是寻求刺激的 用他自己的说法 就是他来 这里是烈焰的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目标 苏冰云感觉到有些失望 因为这里的男人和他上一次来这里看的男人 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看来是没有新人 你是怎么做事的 操 来这里工作 装什么纯情小楚男 老娘不就摸你一下 你犯得这这么反应吗 一边一鸣打扮的珠光宝气的大妈 泼妇一般的吼声 引起了酒吧里大多数人的注意 这位大妈应该有近50岁了 虽然家庭条件好 有足够的钱让他去做保养 让他的身材和相貌看起来还不错 但是岁月不饶人 老了就是老了 这位大妈眼色的鱼尾文 出卖了他的实际年龄 而来这种场合的女人 大都是上了年龄 家里有钱的 他们来这里不是喝酒 而是想找个小鲜肉玩一玩 当然 这个地方是相对保密的 这里的主人也很有后台 除了女人之外 男人是不允许进入这个场合的 那名服务生的年纪并不大 应该刚满20岁的样子 能被这大妈看重 首先 她要很鲜 很嫩 十足的一个小鲜肉 而看她满脸通红 唯唯诺诺道歉的样子 应该是属于刚刚踏入社会的小年轻 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个社会 对不起 她是新来的 没有见过世面 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一位负责人连忙跑过来对这位大妈道歉 来这里消费的女人 都是不差钱的主 每一个都是他们酒吧的金主 这负责人得罪不起 也不敢得罪 新来的你们难道没有调教调教吗 这位大妈不乐意的说 老娘来这里是找乐子的 不是来看这纯情小楚男的 今天你让我心情很不爽啊 真的对不起 赶紧道歉 那位负责人瞪了那小年轻一眼 对不起 阿姨 小年轻一低头 吐出了一句让负责人几乎想去死的话来 果然 那位大妈一听到阿姨这称呼 她的脸马上变成了猪肝色 她尖叫道 你叫谁阿姨 你说说 你在叫谁阿姨 有本事你再叫一句 给我听听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赶紧道歉 叫姐姐 负责人直喝的脸都绿了 她真的恨不得一把将这家伙掐死算了 有你这么不会说话的人吗